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电影《重庆森林不负责影评》 今天来聊聊关于说王家卫的经典爱情电影《重庆森林》 最近呢,4K修复版呢,于4月22号重新的登上大荧幕 你又可以在大荧幕上面看到那个神岩、金城武、林青霞 然后还年轻时候的梁朝伟跟王妃 怎么能够不看呢?那到底好不好看呢? 今天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来分享一间火锅店 这间火锅店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叫做十二国 说实在的,我是因为翻手机突然意外查到 我之前有吃过这间店,但是我竟然就miss掉没有介绍 这间店其实里面有一款特别值得推荐 其实十二锅好不好吃 大家应该喜欢吃那种小火锅或吃火锅的人应该都有吃过了 所以其实应该是没什么好介绍 因为它的分店非常的多 但是我就看到之前有网红推荐的那个剥皮辣椒鸡 那我之前就发现我照片的时候发现说,我今天有吃过 那这样忘记推荐,就是它的剥皮辣椒鸡很厉害 因为它的那个鸡肉非常的嫩 那我吃的这间是位于就是士林的十二锅的士林旗舰店 它基本上我每次经过都是在小排队的状况 如果是用餐时间,就是外面人容是不会断的 而且他们家营业时间算蛮长的 平常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是早上的十一点到晚上的十一点 而且六日家开到半夜一点 所以也是有卖宵夜场 我之前去吃,我个人觉得他们家就给你一种很干净的感觉 所谓的干净二字呢 除了它的装潢跟它就是serve的餐点什么这些 各方面都非常的干净 因为他们现在连那个酱料区都提供你手扒机的那个手套 可以装酱料,避免就是你的手谁去借出那些就是公用的区域 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卫生 之前另外一间那个竹间也是 那我觉得他们家就是吃小火锅 有些你知道你家附近那种就是不知名 或是他就是自己独创的那种小火锅店 就是会有一种你觉得整个桌子啊 一层一层都脏脏黏黏的那种感觉 因为它就是长期在那种卖火锅 所以它就会有那个喷那个汁 然后那个空气里面就弥漫的火锅味很重 但是十二锅我觉得它的环境整洁度是算高的 而且我觉得环境整洁度会相关于你在吃东西的时候 那个你对这个食物的评价也会有影响 所以每次去吃十二锅的时候 你就觉得特别的舒适 而且它的冷气开得是蛮强 你就觉得不过就吃火锅感觉又很闷了 加上它的那个剥皮辣椒鸡 相对于其他就是小火锅店 比较少会射不到这么特殊的口味 你吃起来你就觉得说那个鸡肉真的是有够嫩 然后你可以额外的沾酱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们就是单吃 其实就蛮入味的 我觉得它那个是腌制锅 所以整个吃起来我就觉得给它评价蛮高 而且它整体的价格大概 不管是你点什么石头火锅 麻辣锅 或是我刚刚说的那种特殊锅型 都大概两百多到三百多 而且你单纯点它的套餐 就是点完你的锅的选锅完之后再点一款肉 基本上也都两百多块吧 那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容易饿的人 你可以点 觉得加点一些小的配料 那它也有分说是菜多多或是肉多多 就是你想要吃菜多一点 还是肉多一点 你可以自行的选择 那饮料吧的部分就是有什么 我觉得冬瓜柠檬也是非常的解腻 而且吃起来非常的刷水 跟火锅非常的搭 我个人给大家很高的评价 你本身如果喜欢吃就是那种小火锅类的人的话 我觉得食热锅是可以不要错过的一间店 就有别人在就是你街边吃到的那种小火锅店 我觉得它价格算比那个再贵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它的CP值真的是蛮高的 就吃起来我觉得各方面除了中黄很干净之外 它的汤头它的用料都是非常的干净 就吃起来会让你觉得很愉悦 这个用餐环境很好的一间餐厅 再次小小推荐给你 相关资讯呢 我也要放到骑士林盖的限冬24小时 之后放到火锅的那个精选区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哦 回到今天的主题 重庆森林的不负责影片 讲到重庆森林 那小小简介家 为什么它的名字叫重庆森林呢 它其实在隐喻就是城市里面的那个水泥森林 就是你知道建筑物的那个水泥 讲述人们在那个地下人愁的大都市里面 因为它的设定在香港嘛 所以它想要拍出那个人类孤独的内心世界 所以它的主场景就是在尖沙嘴的重庆大厦 那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它那个重庆大厦当初 为什么取景在那里跟它拍摄的一些细节 这部电影呢集结了四大 所以说是巨型 现在根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阵容了 林青霞 梁朝伟 王妃 金城武 这四个真的是有够华丽的一个排场 那它其实是里面 整个电影里面其实是分成两段的都会爱情故事 是由林青霞跟金城武搭档 然后梁朝伟跟王妃 他们是各两组 故事是切开的 其实没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它其实在聊说 男女就是那种现代男女的那个寂寞 那个为爱着迷 为爱疯狂 然后里面的那个揪心的分手感受 就在讲这些细节 那这部电影呢 入围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华语片 一百部 其中一部 然后还有金马奖的银石百大华语电影 还有美国时代杂志 评选世界银石百大不朽电影 还有BBC的银石百大外语片 这部电影呢 让他当年荣获得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导演 最佳剪接 还有最佳电影 而且梁朝伟也评了这部 就直接拿下金像跟金马的双料影帝 就知道这部电影有多厉害 那来稍微讲一下这部电影在演什么呢 这部电影的主角 前半段主角是金城武 他是演一个警员 名字就是 别号叫223 他在愚人节4月1号那天呢 跟他的女友阿妹 就是分手了 然后他其实一直深信阿妹会回来 深信有一天阿妹就是会摸摸的 就是以为那个分手是开玩笑 因为是愚人节分手的 他就一直在倒数 他倒数的过程中呢 他就邂逅了一个女毒贩 这个女毒贩是由林青霞所饰演的 女毒贩就是他戴了一个警法 然后穿着雨衣 永远都穿着雨衣 跟戴个红色的墨镜 两个人就在那个寂寞的夜晚 度过了一个很温情的夜晚 那下半段的故事 电影分为两段 第二段故事呢 是演那个快餐店的店员 是王菲所饰演的 遇到刚刚被那个空姐女友 甩掉的园警 由梁朝伟饰演的663号园警 这个梁朝伟跟他的空姐 女友分手之后呢 空姐女友后来就是有因故 想要再就是交还他的钥匙 因为之前那个女友 是住在梁朝伟家的 所以他就要把钥匙还给他 就找不到梁朝伟 然后他就想说 他可能在执勤或什么之类的 anyway 把他就写了一封分手信 然后把那个钥匙 放在那个信封里面 就递给了那个快餐店的小姐 因为梁朝伟之前是 每天晚上都会买消息 给他这个女朋友 空姐女朋友吃 所以王菲 其实王菲这个角色也知道说 OK那个远景每天都会来 然后最近可能刚被女友甩 然后就看到这个 大家就很大八卦心态 店里的店员就会去 你讲用那个煮水的那个蒸汽 把那个信件的那个风口 慢慢的把它慢慢软化 软化之后就可以慢慢撕开 去偷看里面那个信 然后就知道说 哇他被扼甩了 然后里面是那个 他还他的钥匙 那其实这个王菲的角色 阿菲 他其实是偷偷暗恋 就是梁朝伟的这个远景的角色 所以呢他就每天 就是拿那副钥匙 偷偷地潜入 那个梁朝回他家 那默默地一点一滴地 在改变他的生活 然后换他的牙刷 换他的床单 帮他多买一只鱼 什么之类 换抹布 什么之类的 就在这个 若即若离的都会丛林里面呢 两段感情 两段平行爱情故事 悄悄地展开 那我们今天就以 人物来做悄悄地介绍 我今天就是以那个 我看到的一些新闻 这要整理 因为我觉得 这部片 大家应该 有些很多人看过 所以 再去讲他的细节内容 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我个人觉得 他的整个色调跟画面 真的是美到一个不行 每一帧 都是个明信片 都是可值得纪念的moment 因为 这四个巨星 他们那个时候 年轻正盛 你知道金虫 在里面每个片刻 你会觉得 怎么会帅成这样 林兴侠在里面的角色 就是非常有别于他遗忘 就是演一个现代剧 然后你觉得 他整个气场 非常的强大 那梁朝伟 跟王菲的这个组合 也会让你觉得很意外 说 他们两个 在里面的那个chemistry 也是很特别 就很让你看到 很多巨星之前的 年轻时候的演技 然后很青涩 但是 藉由王家卫的电影 你看到另外一个 爱情的故事 我觉得很值得一看 那我们就要 小小地分了几个层次 金城武的部分 我收集到一些 他的故事 金城武里面 就是演一个叫 何志武的警官 然后呢 因为他分手了 他在4月1号被提分手 他就是每天 都去买一个 凤梨罐头 然后那个凤梨罐头 他就是在内心 暗自的下来决定 在5月1号之前 如果他女友 没有回头来找他 没有跟他联系的话 他觉得这段关系 就真的是结束了 他在电影里面的 原话是 我们分手的那天 是语伦节 所以我一直当他是 开玩笑 我愿意把这个玩笑 维持一个月 从分手的那一天开始呢 我每天就买一罐 5月1号到期的 凤梨罐头 因为凤梨罐头是 阿妹最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 而且5月1号刚好又是 就是金城武这个角色 何志武的生日 他告诉自己 当他买满30罐的时候 他如果还不回来 这段感情也会过期了 那在里面其实就讲到说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概念 为什么他会对于过期 甚至你这么在意 他就讲到说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东西上面 都要硬上日期 秋刀雨会过期 漏罐头也会过期 连保鲜纸都会过期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是不会过期的 他觉得爱女说 爱情有一天也会遭避 那里面他最后面 遇到林青霞 那个角色之后 他就有点爱上了他 那林青霞在他生日 5月1号那天 因为他们两个共度了一晚 就是邂逅了一晚之后 林青霞知道他那天生日 所以他就默默地在抠机 打电话给他 祝他生日快乐 我觉得祝别生日快乐 这件事情 真的是很隆重 当另外一个陌生人 或是不熟悉的人 他愿意花他大脑的脑力 记下你的生日 在你生日的当天 给你一句生日快乐 那个真的会让人家记一辈子 那里面就因为 他被祝福了生日快乐 被一个就是在路上邂逅的女子 而且他还对他 有点好感的女生 讲了这句生日快乐之后 他就讲了一句话 如果记忆是一个罐头的话 我希望这一个罐头是不会过期的 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呢 我希望它是一万年 你就知道他对于 这个女生 就是那个当下 MOMEN他有多么的 心脏暴击 那里面其实他也讲到说 因为和志武在里面失恋嘛 因为他被他女友 就是甩了 在4月1号的时候 那他就分享 他是如何应对失恋的 他说每一次他失恋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跑步 因为跑步呢 可以让你身体的水分给蒸发掉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流泪了 我怎么可以流泪呢 里面那个和志武的角色是 就是24岁 刚要满25岁 然后遇到林青霞 那角色年纪比较大 所以他就是迷上了林青霞 之后林青霞问他是几岁 然后他就是分得很清楚 他说在两个小时后 我就25岁了 然后林青霞在里面 角色他年纪比较大 他就觉得说他是小朋友 但是因为他是那个角色的设定 就会让你讲到你当初自己 可能之前感情的状态 或是你遇到失恋 你分手的时候 你的那个情绪的转折 和志武都帮你演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是蛮感人的地方 那第二个部分 就关于林青霞的部分 林青霞的部分 有个小故事分享 就是说当初 为什么林青霞会来演这部电影呢 王家卫导演 其实当初在拍完 东斜吸毒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有点厌倦的古装片 所以他就觉得说 心有点累 想要拍一部现代片 来缓冲一下 平复一下情绪 那时候刚好就遇到林青霞 就跟他聊到说 你拍这么多古装片 你不会觉得很厌倦吗 那林青霞就说 对啊我也厌的 很想来拍一部现代剧 然后王家卫就知道 鸡不可施 然后立刻就说 我手头上有一部现代片 你要演吗 林青霞一听到 就爽快了 就立马答应了 然后等于是有点 临时起义的问这个问题 突然就找到他女主角 那也因为这个 你知道所谓的 当初林青霞是个大腕 所以他在里面 一加入这个电影之后呢 立刻就让那个拍摄的过程 变得非常的顺利 所以王家卫也说 重庆森 你真的是一个运气很好的电影 那讲到这里 林青霞在里面 也有句很经典的台词 他就讲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我变成一个很小心的人 我每次我穿雨衣的时候 我都会戴太阳眼镜 我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下雨 什么时候会出太阳 就是他那里面 就是一个很压抑的角色 他戴了一个金色的夹发 他永远都戴了一个 红色的太阳墨镜 然后穿了一个雨衣 他雨衣像是那种 Burberry的风一样 就是永远都这样穿 然后他也讲到说 为什么他这样穿 因为他永远不知道 天气会怎么变动 就跟爱情一样 他在里面也很感慨地 讲出一句 其实了解一个人 不代表什么人是会变的 也是呼应他在里面的 剧情内容 所以我觉得 他在里面的角色 非常的压抑 然后他永远都是戴着 一个红色的墨镜 穿着那个缝衣 等一下我会介绍 为什么他这个造型 那第三个人物呢 就是王菲 王菲在里面 真的是有够稚嫩 他在里面有够瘦 就是当初大概20岁 出头的王菲 在里面就演一个 很脱俗又鬼灵精怪的人 那导演也就是称赞说 他是他合作过 女演员之中呢 他最不需要去 努力地演戏 因为他很有天分 你将他做什么 他自己就是 会带入到 那个角色里面去 但是你会觉得说 他里面 那个角色里面 就是一定有 王菲自己的那个存在 他很轻松 就可以演出那个 把那个角色 变成是王菲自己的 诠释 而跟他对手的 梁朝伟呢 梁朝伟 他就被评论说 王家伟说 梁朝伟 那他演技 无庸置疑 但他就说 梁朝伟演戏呢 感觉就是个武林高手 他就有很多把刀 所以他可以把戏演得很好 他很有很多的方法 跟撇步 那但是他对上 王菲这种演员的时候呢 他发现 他的这些方法 这些套路 都完全无法 你懂 施展出来 所以他只能够放弃 那一把刀 放弃这些剑 所以他就只能看 对方怎么做 他就是那种 剑招 猜招 导演就评价说 梁朝伟演完 《重庆森林》之后 他的演戏 跟之前又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梁朝伟在里面 真的是 很会演 他除了对人 很会演之外 他里面 他连对那个 他自己家里的一些 无会不合理的 什么肥皂啊 毛巾啊 牙刷 他都可以演得 很死死路口 很厉害 就是可以对话 既有那个搞笑的存在 但是又很入戏 那里面也穿了 一个小白内裤 就是里面 就是个稚嫩的梁朝伟 有别于他之前在 《春光乍蟹》里面 就是演《同志情侣》 他这部片 就是演一个 很直男的路线 那里面就看到 不同层次的梁朝伟 而讲到这部电影 其实最近有电影的 新闻稿释出 就有很多的彩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部电影 当初只用了 六个礼拜就拍完 就是以拍电影来说 是非常短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 王家卫很会模戏 什么《花旺年华》 《2046》 都拍超久 拍到连那个 《牧村多达》 都有点受不了 因为好几年 但是他重庆森林 竟然在短短的 六周之内拍完 当然可能是因为 这几个剧情 真的是很难敲荡气吧 所以王家卫在 幕后的时候 他就说 他当初拍这部 电影的时候呢 因为其实他们是 主的 主要的场景 是在那个重庆大厦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要申请 一个地方拍摄 可能就要走很多流程 所以他们就在一个 没有申请的状况之下 但是他又要拍那种 在大佬里面奔跑的戏 他就让林青霞 演这个女毒贩的角色呢 因为他在里面 就是穿着缝衣 然后带着红色墨镜 甚至还带了一顶 就是金色的假发 你完全就是 造型根本认不出 他是林青霞 但他在那个 大厦里面跑来跑去 他那个戏嘛 大概maybe 比长达五到十分钟 就一直在那里面 跑来跑去 所以呢 他还说也因为 林青霞 只要戴上金色的假发 跟墨镜 就直接在那边 就可以上戏了 所以就省去了很多 接近两个小时的 装法时间 所以你就知道 他真的是在一个 极端的时间 能够压缩 然后让这个拍摄 变得很顺利 那里面有几幕 比方说是在 快餐店 王妃趴在桌上 然后梁朝伟在喝咖啡 还有梁朝伟在投币 放音乐 在那种以前 那种很复古的餐厅 你要投十块钱 才能够点歌 那种鸡台的时候 你会看到 很像现在的 很多那种 快进的手法 就一个人站在中间 他不动 但后面的背景 一直在 人流不停的窜动 变成是雾状的 那个影像的做法 当初并没有 这么高科技 所以就真的 只能靠演员自己 慢动作施展 然后后来 他在把那个 拍摄的片子 调快速度 所以你会看到说 他在喝咖啡 非常 就是很合理的 速度在喝咖啡 但是旁边的人 是速度非常快 在流动的 或者他在投币的时候 投币的时候 前面跟后面 一堆人在走到这里 走到走去 但是他投币的 速度极为缓慢 就你看到那个 他渐进跟 你知道说的 快进的 那个速度的差异 在当下 这个拍摄手法 是很新的 但是现在的 然后现在的PSR 或是很多特效 其实就可以做到 那说这一幕是 完全没有用特效 全靠 能力表演完成 那现在 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没什么 但是当初 你要想想 当初的那个技术 是很难的 梁朝伟 要以一个极为缓慢的速度 喝一口咖啡 才能够让他的 前景这个路人 看似是正常的步行 然后后期再调快 这就是很神奇 跟很用心的地方 那这部片 有太多细节可以讨论 我就是以最近 他们释出的 这些新闻稿的分享 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看 那如果你 喜欢这类型的电影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 对于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 议题跟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 IG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键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会去看咯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